香港科技园公司在10月17日 雪布和园区企业城市有限公司合作 在80个科学园内的开放道路上 推行自动驾驶车辆试验 计划以获运署处批准 这部名为MobiPro的自动驾驶车 车身长4米高2.2米 采用后轮驱动 最多可以载8个人 包括一个合资格的操作员 车内配备冷气和显示屏 并支援车联网系统V2X 和5G 网络 车身设有11个不同种类的感应器 可以侦测70米内的行人 物件和车辆 自动驾驶车充电一次要用3小时 可行驶长达160公里 最快车速为每小时30公里 暂定原复学圆圆区 东西大道路线试行 自动驾驶车辆试验计划 将分两阶段试行 第一阶段 最快今年11月 会供圆区公司预订使用 以进行现实场景测试 而第二阶段计划 将在2023年初推出 届时将进一步 在平日和特别活动日子 给公众人士亲身体验 这个试验计划 无意在智慧城市中 为道路使用者 往返公共交通 运输系统 提供手程和理程 的关键车辆接驳服务 科学员提供理想的测试环境 搜集无意实况数据 有助智慧出行方案的发展 实现政府的智慧城市蓝图